孟磊宝宝巴巴士提前视讯忠义 听完AG有意引进忠义 于是乎孟磊想提前邀请上车 试探下军情 上车之前凌甲男自信且瞎张地说道 他真的喊我也是男哥 不信你听啊 得急啊 能听到能听到 喂忠义 忠义不要紧张今天没事 别叫跟你说话 龙子不要闭嘴 忠义 你听到说我的声音是谁吗 我知道啊 我是谁啊 你是凌甲男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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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时都是喊我男哥的 你怎么不喊我男哥了 我知道啊 我又是男哥了 不是啊 你之前都喊我男哥的 现在怎么喊我大名了呀 因为我在抖音上刷到过 所以说我故意叫你大名了 那你可以叫我也是男哥 让我开心一下吗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你喊我男哥了 拉人拉人 怎么一直 那你可以请我吃饭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以梦内之名请你吃饭 你不会请我吃AG的头旁吧 那时候来成多 加个好友 加个好友 我看一下啊 最终小丑林甲男还是没能等到那一声男哥 中益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 作为蓝队小胖的替补 确实很难有机会表现 但在国服版他已经是133段野王 正是有了中益 狼队才有了赶放金玉的底气 春季赛与微博的常规赛 中益有过上场机会 对阵打野FMVP选手暖阳 不仅干阳门弄近 还把暖阳弄得明明白白 节奏 不过纵使有133段的野亡 来到宝宝巴士 那也只能无济于世 这是要让中益提前辅重训练吗 0-7的老虎 1-8的异星 马可表示在爱不动 虽然AG宝宝巴巴士很坑 但没有连夜劝退中益 他明天还是会如期来成都参加正式视讯 震撼宝宝巴巴士最终以一把六分头的战斗 让中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